早安 今天是二二八年假的第一天 我现在人在台中的清水 通常大家放假的时候就是我的工作日 因为大部分的主人也都是只能等 工作放假的时候才可以安排上课 不过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也不喜欢在大家放假的时候放假 所以我都会假期跟大家是颠倒的 那我今天要去上的是一堂猫咪行为的道夫课程 这个主人家里有两只猫咪 一只已经三岁了 然后另外一只还是小猫 今天外面好像有点降温了 所以我今天穿了 大概是我这个冬天以来穿最多的一天吧 好了那就准备去上课了 待会见咯 嗨 嗨 好可爱哦 他本来就不太可能会喜欢医院 通常去医院比较没有反应的可能就是之前没有什么不好的经验 对 或者是就是小猫 小猫就还搞不清楚啊 他就是去 他只是觉得换了一个新环境 所以他可能还在一个好奇探索的状态之下 可是喵喵的情况不太一样 他有可能是已经成猫了之后 然后突然之间给他换到一个陌生环境 他压力就会很大 尤其是他后来的看诊经验都会是在他不舒服的情况下的话 那他未来去医院他只会越来越讨厌 他每次去医院都被两三个人这样压住 那可想而知他每一次的经验都不会好啊 他之前看诊过的医生都已经有看过他的状况 其实通常医生也都会建议主人去给猫咪用药 对 那可能会有部分的主人会有疑虑或是担忧说 用药会不会对猫咪不好 或者是大家很排斥说去打麻痣或是镇定 但其实我觉得有需要用到的话帮助他放松 而且你们这样看诊顺利也可以把时间缩短 对就是双方都好啊 医生也很怕受伤啊 我们也很怕猫咪受伤啊 所以如果其实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他的话 适度的用药是很好的 对我会建议给 我们表示希望猫咪去医院的时候 虽然他讨厌医院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没有办法让猫咪喜欢医院 那我们至少能做到说 尽可能让他这个就诊的过程不要这么不舒服 或是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稍微缩短一点 如果他现在去看诊的经验很好的话 那要记得维持 不要让他以后也变成又开始讨厌医院了 所以这些我都会先提前先去提醒你们 就是看诊的经验对猫咪来说很重要 而且他真的很有可能因为一次的不好的经验 然后就会影响到他之后 他对医院的这些反应 不常出门 然后第一次出门的话会比较紧张 尤其是从出去外面刚开始有一段路程是车很多的 那这种危险的环境猫咪本来就害怕 那或者这些自然反应很正常 那我们只要带他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地方 提供他一个适当的环境的话 猫咪都会自己去克服这些危险 然后他也会自己去探索 他们两个如果自己不爽对方的话 或是不想要打交道的话 他们会自己回避 好可爱 这样看得出来不错 他有时候还会到尖端 他就是尖尖少少的 對啊 他其他的皮膚上面有 他沒有他就耳朵 他耳朵會過敏不是 他就只有 會抓耳朵嗎 有時候會抓線 aldo 紫蘭 葫蘭 巴 像上面的这个就是塑胶的那个东西 他会很喜欢 你们可以把上面的这个留下来 然后我会建议你们去买一支 像那种伸缩吊杆的 对我最近想买一支伸缩 因为那个比较好控制 这种棉绳的很难用 因为它就会软软的 这种棉绳我会把它挂在像这种地方 我就会把它挂在这里就像这样 到处都有这种东西的话 它其实走到哪里 它就可以打个两下 我会在尤其是养幼帽的话 我就会叫主人在家里 各处都挂这种东西 对就是走一走 它可能它的视角 这样刚好巡逻的时候 就会经过 它就会再打它两下 就会封好袁 I'm a weary pirat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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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